那我就背后发凉 还好我与空鸣灵修一番 才保住小命 我还变美了呢 你和空鸣什么 灵修啊 哇 你不知道 当时那个光这么大 这么漂亮 他还挣扎了好久 我一下 我就给他放倒了 我可是你纪元和的先世 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 那岂不是给你丢脸了吗 原来是主子言传身教啊 失敬啊 若是小黎叔有你一半的悟性 此前呀 就不会受那么多的苦 洛洛 你方才说得放倒 是我想的那种吗 你想的是哪种 前辈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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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呀 先生 想不想 跟你说 这女子嘛 无非就是喜欢这些 养颜之物 这 是我珍藏的珊瑚粉 那个落井桑要再来烦你 你就拿这个打发他 空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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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了吧 我给你做了甜汤 带过来给你尝一尝 这次的甜汤 我多加了好几味香料 味道可好了 你尝一尝呀 不用了吧 我就知道没有用 白费我一番苦心 上回那碗我喝了 挺甜的 多谢啊 真的吗 你喜欢喝呀 你若是喜欢喝的话 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做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继续领袖了 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这是两码事 你还是快回去吧 我还得给云河抓药呢 不对 你想喝甜汤 我便天天给你做 那我想灵修变美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帮助我呢 世间上的男子 都像你这般难以捉摸的吗 你要灵修 就只是想让自己变美啊 送给你的 以后别再来烦我了 你送我礼物啊 你竟然会送我礼物 除了银河之外 还没有人送过我礼物呢 真香 你闻一下 画本上说 这个时候都该这般回礼 我做得对不对啊 好 昆明先生 你笑了 你最后样也带来 你可以健康 去哪儿 你只能个人 有独立的 有独立的 我留意 不喜欢 你 好